日本曝光证据,拆开华为设备有意外发现,对于日本政府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宣布禁止开用华为等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仪式,中国政府非常不满,但日本政府人士披露了有确凿证据的理由,日本政府对华为设备或存在隐秘功能非常不满。 据报道日本执政党的有关人士称,在实际拆解华为设备后,确实发现了硬件中不必要的元器件,这一问题引发日本政府的极大关注,并最终导致了日本方面认同了美国政府的呼吁,即尽可能拒绝使用华为等中国通信企业的设备。 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各地方政府和自卫队等政府机构,在选用通信设备时,安全保障必须置于第一位,而中国的华为和中心等公司的产品,显然在安全上无法达到要求。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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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